最近有兩宗因為窗戶沒有安裝窗花而小朋友跌落的例子 沒有安裝窗花的窗戶一定要安裝一個限位器的東西 限制住鋁窗開的最大幅度是甚麼 限位器時有兩件事要注意 第一款比較安全第二款比較方便 安全的就是要上螺絲收緊 到時限制窗戶打開幅度最多是四吋 如果要再開幅度就要用鉗才能打開 這就是螺絲式小朋友拿不到鋁窗的話 就開不到窗戶最大便是很安全 第二種比較方便的就是卡扣式 卡扣式的話就是只要對到對的位置 就可以一卡回對的位置就可以打開窗戶 這樣就方便些 但小朋友都有機會玩玩的時候就會打開窗戶 所以就不是最安全了 第二個要注意選擇限位器的 有一種就是轉螺絲 無論是轉到窗戶或是轉到窗戶 兩款第二種就是免轉螺絲 通常是用黏貼的方式去黏著窗戶的兩邊 然後有一條帶去把它固定住 所以如果你是租屋住的 不想轉窗或者不可以去轉窗戶的話 你可以用黏合式的那些 檢查了它的黏合式是夠安全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種非常容易還原的方式去做到這個安全裝置 有些人就問是否一種透明窗戶的東西 可以不影響景觀 但又可以保護到 即是不會有小朋友電出去的 寵物等 是的 但它的價錢就比較貴 所以如果你想最簡單方便去做的 就是買黏合式貼著窗戶的兩邊 其實還可以DIY施工 即是材料和工都省得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對限位器有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來自我們再分享 另外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些知識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廣傳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便宜悲劇會再發生